現在8點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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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時間大概是8點20分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就是開放現場做QA 我知道現場 因為大家的組成成分都不太一樣 有些人會不會想要問更細節 包括說 自公系和社會系之間的差異 然後轉變過程是什麼 或是想要問更多的生命經驗 我們這段時間就是還蠻長的 就是可以讓大家在剛剛 演講的過程當中 什麼問題都可以趁這個機會 趕快發問這樣子 那 現在就開放大家問問題 有沒有 暗中 暗中 有沒有高中生的學弟妹 想要先提提問題 這樣 我很期待你們 有什麼疑惑 但是我沒有 不用勉強 不要問 引咎你那種空白的時間 他自己都會很有壓力 他自己都會有壓力 要逼迫你 那我跟妳講問題 想不到的角度 想不到的角度 你想要想辦法 就是 比如說像 可能 你可能在 假中以前的同學 或者說 在 台大的同學 可能 如果 可能雖然說 對於自己的生活 是滿意的 但是當遇到其他的人 可能開同學會 或是說 平時 就是 在交談的過程中 他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可能 彼此在聊啊 可能就聊到一些 比較物質上的東西 或是比較 就像剛才講 比較狹隘的一些 成功的一個價值觀 那會不會覺得說 就是 自己 就是可能 沒辦法就是 像他們一樣 或是說覺得 本來滿意的生活 好像就有點 就是 突然對這個認知 會有點破壞 在我身上 當然不會 但是我相信 就是一般人來講 可能會 在那些時刻 你就會面臨到一些 考驗 就是 天人交戰 就是說 我是 愛人家一節 這樣子 那 我會說 為什麼在我身上 不會 其實重點 還是 就像我剛剛講 重點是在你自己 你說真的滿意你的生活 你就知道這裡面 絕對有取捨得失 比如說 我 剛剛講 我在台大念了十五年 我三十五歲才開始工作 那 這個絕對是失 因為 因為早一點就可以開始賺錢 對不對 可是我 我 我 換得一個 本來 在大二就設定要的一個職位 就是我要當個社會學家的這個 我達成的這個目標 然後 另一方面是 在這麼長的學生生活 其實 坦白說學生是很幸福的 雖然你們 在當學生的時候 都覺得被功課 被考試一樣 或 可是其實學生真的是很幸福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其實 沒有 沒有全賺的 所以 所以重點是你很清楚你要到什麼 然後要到的東西是你覺得有資格的 那 這時候 跟別人比較 其實是 不會 在我身上 對 不會動搖我的 雖然 我 其實剛剛只是不想更熟氣的 列一大堆 我跟我 周邊 朋友 同學的比較 那個真的 你一比你會發現 我 其實反而 在那比較我只要告訴各位 那個成功的定義很多元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賭 你會知道 有很多是 我沒有那麼好 可是 真的 你 這個就是你沒有那麼好 那個部分就是 你為了要追求你覺得好的東西 你覺得最重要的東西 你總是要失去一些東西 你不可能全拿的 所以是你對於你要的那個東西 夠不夠認同 這才是關鍵 如果你真的要那個東西 你就會知道其他的 失去了不會怎麼樣 所以其實這關鍵還是在 你想清楚你要的是什麼 然後 你真的覺得那個 重要性超越一切 那這樣你 對 就像開同學會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很自憑 其實不會 因為你自己很清楚 你要到你要的 所以 該丟掉的 那也是活該 可是那個活該 可是那個活該 可是那個活該是你 甘居的 老師那我問你的問題 就是說 老師花很多時間 從資工系轉到社會系 那就是花了很多時間去聽很多的東西嘛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讓你決定你要成為一個社會學家 而且這個決定是可以讓你那麼的毫無疑惑 毫無那個遲疑的 就去做成這樣一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在我的過程當中 雖然我也是還蠻理性叛道的 可是我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是充滿了疑惑和遲疑 我們要怎麼樣判斷說 我做這個決定就是我要的 就是我也常會為這個問題困擾 然後如果說我真的為了一個東西拼命的去努力去做 可是我其實心裡有部分知道說我很努力 可是我並不一定達得到 就像是我到最後也是會死亡或是什麼 那這中間會有一個 我覺得會有一個情緒上面的焦慮 它就會變成一個很巨大的焦慮 那這個我剛剛老師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不管我在什麼努力 有些事情就是永遠辦不到 對 那我們要怎麼面對這樣的焦慮 這要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轉系 如果只是轉系那一刻 我會說 其實我轉系的那一刻的想法也沒多偉大 其實那個時代 因為學生運動很噴火 社會運動很噴火 所以社會學是校園裡面的鮮學 對 所以我是更流行轉過去的 我這個說法也寫在我剛剛某本書寫的那個導讀裡面 我也是這樣講的 就是更流行轉過來的 那可是為什麼是社會學 當然它有它吸引我之處 我的意思說 我真的很誠實講 那真的當時 為什麼還有什麼 我剛剛講的動力機械轉過來 可是同時還有電機器轉 一樣這樣轉過來 還有電機器念完了 考進來的 還不止一個 然後我資工系有一個 同寢室的學長 也是資工系念完了 考試研究所 所以其實坦白講 周圍一大多人 大家都很迷社會學 所以其實那就是流行而已 但是為什麼是社會學 這門學科 我還是也是分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當時 有一本書被翻譯出來 這本書也是我剛剛講的 社會學家叫 然後他那本書叫支配的類型 其實是在講一個 具有正當性的統治的領袖 他的正當性的基礎 所謂正當性就是 大家都願意聽他的 為什麼大家願意聽他 為什麼大家願意拱他當領袖 的原因的基礎 然後他說有三個 然後一個叫做傳統 傳統就是說 以前大家拱他當領袖 或是以前大家拱這樣的人當領袖 那之後就跟著拱那樣的人當領袖 就是這樣 這是傳統性 那法治行就是 依照法律規定 他就變領袖了 然後第三個叫 叫charisma 也就是叫神才魅力 然後天眾英才 類似這樣翻譯的領袖 那就是大家覺得他就是 上天就是要他當領袖 然後這三個架構 在那個時代剛好對應到三個人 其實就是蔣中正 講經過的領袖 其實就是蔣中正 蔣中正就是 從小看力爭上的領袖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天眾英才的上天 要他當領袖 你知道這是捏出來的 但是他就是要 大家相信他是 天眾英才 天命下灌到他身上 要讓他當 當我們的民族救星世界為榮 然後 然後 可是蔣中正過世了以後 就兒子上來 那個就是 復始子季 那個是歷來的皇帝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叫傳統型 可是這個傳統型的領袖 他當然不會甘心只做一個傳統型 就是說你們鞏我上來 只是因為復始子季 所以又要宣傳他很愛民 然後他在中國期間那個什麼 在江西有很大的建設的成就 當然要加一點神話音速墊 然後 所以他跟一般人不太一樣這樣子 然後 然後 道理跟會就是 很不幸的那個蔣經國在任內過世 所以他為什麼當總統 很簡單 因為按照法律副總統的繼位 他就變總統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很怕馬總統身體不好 那 那 我的意思是說 然後理大會就 就繼位了 然後 所以他被挑戰得很厲害 因為他 他在當時是 沒有傳統型 也沒有 也沒有那個 charisma 當基礎 但是之後又要加一點charisma 就是他是 台灣之父 就要再加一點charisma 進來這樣子 那 所以 我要講是說 在那一刻 我感覺到社會學的魅力 他解答了我生命中的 我 我看著這社會的疑惑 然後 像偉國那個 《學術與政治》 那個也是 同時就是這兩本書被翻譯出來 一本叫支配的類型 一本就叫《學術與政治》 他在談的是 學院裡面這些科學活動 跟政治之間的界線的問題 然後 那個對我們那個時代的學生 就是 我們也差不多就在疑惑這些東西 因為有些 有些學生一天大人上街頭 然後 有些學生覺得 我們學生應該好好念書 然後 有些學生念韋伯 有些人念馬克思 然後 滿嘴的批判宰治 然後 他其實是在回 我 其實都在回應 對這個制度的一些不滿 對這個社會的困惑 乃是剛剛講 對生命的困惑 我到底要當一個好好念書的學生 還是我應該要走上街頭去 所以 我會說社會學很有魅力的是在這裡 他其實跟我們的關係 比我們想像中進去 雖然 社會上沒有給社會學一個 像 讀會計 你就知道他要當會計師 讀建築 你就知道他要當建築師 然後 甚至連讀社工 你就知道他要當社工師 因為社會學好像沒有給他一個明確的位置 但是我會說他解答了你 對你生活的最大的疑惑 或是他讓你毫無疑惑的生活 開始有疑惑 就是你每天都覺得很自然 比如說你知道男同學就穿這樣 女同學就穿這樣 我們也沒什麼疑惑 然後女性的髮型就是這樣 男性的髮型就是這樣 然後行為規範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們都沒有疑惑 就很疑所達人過 然後社會學都把這個東西都拿出來看一看 就說其實這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但是我會說他也不代表你沒有那麼理所當然 你一定要打破他 但是他給你重新選擇的機會 其實像我小孩子這一兩年才出生 所以你看多遲到四十幾歲的小孩子還很小 我女兒現在才一歲半而已 在那整個教養過程中 我真的感覺到社會學的魅力 因為在那過程中 我作為一個社會學家 可是我也是一個一般人 然後作為一個社會學家 對很多東西都有反省 比如說性別 我該不該那麼快就 比如說女兒就給他穿粉紅色衣服 然後那個兒子就給他穿西裝 對不對 然後那個過程中用不同的態度教育他 男生要勇敢跌倒 你說你是男生你要勇敢 我該不該這樣做 我很多時刻我都在面臨這樣的事情 乃至於其實在第一個時間 就是幫他娶女子的時候 我是不是女生要娶一個很女性化的 男生要娶一個很男性化的 而且其實當時還有一個好玩的事情進來 是我的 我太太他們家是三個女兒沒有兒子 所以我岳父其實很希望 我們如果生第二個男生 可以娶他們的性子 啟成他們家的香果 然後這整件事情都 我作為一個社會學家 我沒有辦法逃避掉那個已經 我已經被啟蒙了 我知道這些事情沒那麼理所當然 我兒子當然要跟我信 我沒有辦法這樣 我沒有辦法講出來這樣的話 可是我又得去面對 如果社會都不存在了 我意思是說我要抵抗他 然後社會就 像泡泡一樣就不見了 那社會學也沒價值 社會不存在 事情也沒那麼簡單 所以像取名字啊 這些事情上 對我而言就是會有一些這樣的 我不能拿他實驗到 比如把我的兒子叫做美麗 我會輕易地這樣做這個實驗 但是很多時刻我會盡量 我絕對不會跟他講 你是男生你要勇敢 這種事情我絕對不會做 然後我也很不在意那個 我兒子 我們家的那個嬰兒 推車是紅色的 我也不會在意說 因為老大是兒子 我不會說就是挑一個男生的東西 然後我接收來的 一個男生女生 如果都可以穿 我就給他穿 可是我要講的是 社會學其實這麼的生活化 在我做一個爸爸媽媽 還有做人家的那個女婿 其實他都是給我 對我生活有非常多的反應 然後我要講的是 這不代表我都能擋過他 可是我 他給我一個機會重新選擇 而且我知道我在做什麼選擇 而不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在年輕的時候 很自然覺得難 我就 其實那個都沒有知道 我很自然就念你功課 我很自然的就 就覺得功課成績夠了 就去念那個前兩個志願的科系 都很自然 我現在沒有辦法過這麼自然的生活 那是拜社會學的一次這樣子 所以 所以 因為社會學給我在這過程裡面 我覺得有些事情是 但是你一開始你不知道他要給你那麼多 因為我一開始也只是跟流行 可是你 你越走 越認識他 你就會越踏實 我們說踏實有兩種 一種是錯了 那趕快換軌道 沒有關係 一種是 你覺得他真的給你要的東西 即使 其實還有可能 他給你的那個東西跟你原來要的不一樣 但是他還是給你的東西 你後來覺得很不錯 聽得懂嗎 就是 我原來以為社會學可以給我A 但實際上 我越走越走 他給我的是B 可是因為B我後來也覺得很好 所以我還是可以越走越踏實 那時候他給我的都不是我要的 那應該要離開 你們還很年輕 不要 不要怕 換軌道 那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可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就如同我也一直提醒大家 說你很努力不代表會成功 我會說 可是 就像我剛剛那句話的另外一半 你要知道你不努力 是不會有成功的機會 所以你很努力不會成功 這一點不應該變成讓你動搖的原因 但是我剛剛有聽到博物 博物的挫折是說 你知道有些事情你努力也做不到的 如果這樣是比較嚴重 但是我 我會說 比如想像我要成為億萬富翁 我知道我現在在努力我也不會成功 可能還是有 我會說人生可能真的還是有這個事情 但是 我現在真的不太敢給你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我會說 其實對我為人像剛剛那樣的夢想 就是 我也不想要的 因為我不可能做到 我也不會想去要他 所以他也不會打擊到我 但是 我不敢講 在 你剛剛舉 談的問題 你問的問題 上面 是不是有一個其實不是那麼虛無飄渺的目標 然後 可是你知道你努力 你也不可能做到的 我不敢講 不可能是這樣子 那我現在能想 這個就有點像那個 人家說 學習羅斯的神話 就是 一直推那個石頭上山 然後你都知道那個石頭一定會回下來 可是你知道其實你才要告訴我們的 也是要告訴我們的 所以你那個目標達不到其實不重要 重要是你在那個過程不斷的成長 所以我比較極端講 如果真的有一個不像我那麼容易就是說 我說我要當億萬富翁 你知道我做不到我就直接把那個目標拿掉了 而是有一個目標你真的真的很想達到 可是你也很清楚你永遠都達不到 那我會說一直朝那個目標前進 你應該注意到的是你那個過程 你還是不斷的在成長 不要被那個目標達不到影響到 更何況 有可能其實那個目標不是完全達不到過 我剛才很仔細聽你的話 就是說你的說法就是那個目標永遠達不到 我意思說有可能那個目標是達得到的 那只是它需要你付出更大的努力 但是我跟你講如果你因為覺得它太困難達到 而不努力你永遠達不到 可是你如果有一絲希望 因此你一直在扭力去朝那個前進 可能那個達不到的 實際上是達得到的 只是你現在是知道的 這樣不然你回答一個問題 我想要請問兩個問題 不好意思請教我們一個問題 這邊先 等一下要給你問 我要請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轉系加轉學的學生 然後所以就是 因為剛剛聽老師您講您的過程的時候 大部分講的是您自己 在這個心路歷程上面的轉變 然後當然也有交代一下就是 你有想過該如何安撫家裡父母的情形 可是我想要聽這一段比較多 因為這是我目前碰到的最大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呢是 老師在講的時候 就是很快的 就是很快的 有提到說 就是要做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之後又講到說 轉系了之後 或者是甚至包括大一的時候 也參加很多活動 然後我想問的是 這些活動 真的都是以有意義為前提去參加的嗎 可是聽起來不像是 對 所以 意義你要怎麼定義 而且你可能你參加這個活動之前 你無法知道它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 因為有些意義是之後才知道 或者是你可能過十幾二十年 你還是不知道它的意義 對 那就跟前面的好像有點相同 其實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那個 簡單講就是怎麼讓你的父母親放手 讓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類似是這樣 我其實今天 這亞分的兩部分 我先比較處理比較簡單 對父母來講 我其實很想跟這些父母說一句話 其實這個時代 如果你不跟著你的子女走 你會失去你的子女 坦白講是這樣子 可是我們的父母親 常常不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他不跟著你 你的子女走 這些父母親不跟著他的子女走 他反而會失去你的子女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 尤其是你們 已經很難被父母親這麼的 一板一眼的要求 照著他們的路去走 所以這是我很想提醒 做父母的人要知道這一點 那 好 比較重要是我們自己 面對父母的情形 我 我會說第一個 就是父母親的建議 要參考 一定要參考 因為他們有我們沒有的社會經驗 一定要參考 但是 決定要自己做 因為沒有 連你的父母親都沒有辦法幫你的人生負責任 為什麼 很簡單 有一天他們也會走 如果你走的這條路是聽他們的路 然後你走的很苦很苦 我會告訴你 等他們走的時候 你那個為他們做那個 你為了的對象已經不在這世間了 你還在承受那個 他們的期待施架在你身上 帶給你的那個痛苦 可是你沒有人可以抱怨了 然後另外一個呢 而且成敗 因為決定是你自己 決定是你自己做的 你做完決定 這個中間這些成敗乾苦 你要 你會 我會說 你本來就得自己扛 而且你也會比較心甘情願地自己扛 因為你沒有人可以去抱怨說 東亞是你 是你叫我去走這條路程 再落實一點 可是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一定有很多很多 辦法想要關心你 我真的說 那個出發點是關心 那個絕對是關心 只是他們用一個錯誤的方式 我剛剛講的正確方式是 他們要在後面跟著你走 如果你需要幫忙的時候 幫你一把 然後 但是 他們也要體鎮到 他們沒辦法陪你一輩子 他們沒有辦法幫你 替你的人生負責 可是我 我絕對不會 否則他們絕對是出於關心 而這個關心 卻讓我有很大的壓力 我剛剛其實在我的故事裡面 我要講的是 你看 我大二轉系 然後 之後大學四年 因為 沒有 大學剩三年 大學三年 當兵兩年 五年 碩士班 再三年 八年 然後 再加國師班七年 又是十五年 因為 剛剛念 在台南念書十五年 可是 中間有當兵兩年 我現在想講的是 我轉系到 拿到國師進正教教書十五年 我爸爸也才說 他才放下來 他才覺得 可以 對我那個選擇的 所有的情緒才放下 所以我 我必須告訴大家 我們的父母親沒有那麼好 說服 那 重點也不是在一時間用嘴巴去說服他們 那只會更多不愉快而已 其實你就是盡你的力 在每一個時刻讓他知道我就是很努力在朝我的方向走 然後我是有目標的 而且我是很努力的 我並不是沒有目標 我也並不是每天在混生活 我說真的 你能做的只是這樣子 那可不可以 是不是他們就會放棄 在我身上 我就是告訴你們 沒有啊 這個過程中 他們並沒有少一點的放心 然後我父親放心的 那個放下的原因 是一個很刺心的原因 就是我進了一個 次數這樣很好聽的學校 可是我要講的是 在這個過程中 我不認為用嘴巴不斷的 尤其是這種爭吵的方式 講道理的方式 我覺得不見得有用 我會說其實 當然不斷了 你就閉著給大家 摸著頭 不跟他們溝通 當然要讓他們知道我正在幹什麼 但是你不要妄想說 我跟你用講一次 之後你就聽懂這個道理 你就豁難開朗 然後就放下來 這是不可能的 那 另外一個是做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我倒不是 我倒不是要說 你們在所有的活動當中 都要覺得有意義 我剛其實如果我要說是 從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 現在開始 我不是要你現在開始 你做每一件事情 都要覺得有意義才去做 不是這樣 我剛講的是說 你只要覺得 你要確定的是 你的生活不斷在前進 那回過來講 我在尋找自己的興趣 那個過程 那個真的就是像我講的 其實我對藝經 對佛學 甚至對什麼延遲 然後我還去學了很多 有關傳統建築的知識 去外面交錢 那時候 心象藝術中心 找一些建築師來開班 還要花錢買 而且很貴 傳統建築 所以我學了非常多東西 那些東西很多部分 都只是 我剛講 我不排斥 我就去聽聽看 然後有些變成我一輩子的興趣 像傳統建築 跟認植物 它變成我一輩子的興趣 但是我剛講 認石頭 就沒有 過了就沒有了 所以它還是有一些 是沒用的東西 這個真的會 可是那個是因為在探索自己 所以就這麼做 而且我要講的是 這個探索自己 就是我還是努力的希望 我探索完 我會有下一步 聽得懂嗎 就是我探索完 我會比較知道 我的興趣在哪裡 我從哪裡去 所以那個過程 其實也不是 我意思說 一定會犯錯 那個犯錯 很遠來看 我當時去學了 任石頭 對我現在根本 還是沒有發生意義 這個絕對會有 可是 重點不是 一個個別的事情 而是 你在那段時間的生活 整體加起來 你知道你是 你是不斷想要往前進 不斷地 那這中間 有一些沒意義的 然後你說 我是不是 因此我每天都 都不打混 不約會 不去哪裡玩玩 這是 當然不是這樣子 這樣了解嗎 所以重點不是 一個很特定 個別的活動 它是不是真的 我 有那麼強的 要用意義 來建議 而是 那一段時間的生活 你知道 我其實 是讓自己 生活保 的生命保持在前進當中 這樣就好 那 我說 即使 我當時去上 任延期的課 我也 我希望它有意義 它也還可能沒意義 所以那個有意義真的 不是唯一的重點 是 我真正想強調 是那個 會往前進 那 我講到的有意義 是那個整個 你最後 我用到的有意義 其實反而要講 是整個生命的過程 我覺得 你覺得 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你的一輩子 是不是有意義的 那個反而是更長遠的 那個中間 我甚至會說 不用那麼擠著 我有意義 只要問你是不斷的前進 就好 老師 不好意思 請教一下 因為 在我們這種 戰後嬰兒期的 這些嬰兒 現在已經成長到了 某種階段 已經快了 人真快到一半了 真的 在我的經驗來講 我得到了 有某些的成功 但是 我自己也修正了一些失敗 可是 在戰後嬰兒期的 戰前 這一些 不管是藕仔 或是韓吉也好 他們對子女 他們是以 四龍工商 來排定 他 不像說 現在的 年輕一輩的 他們 的家長 或許 有些他們會 思想 不會像 那麼樣的封建 不能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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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說 好 因為考試 制度的關係 做的 念的機械 可是 出社會的 機械 不能讓我活下去 那怎麼辦 就去做其他的工作 之後 做了 機械的工作 已經到了生活困苦的時候 也很努力了 可是 只是說 就像老師講的 努力 不一定能夠成功 但是努力的 一定會有轉機 就是因為 有一個 某個轉機 讓我 進了廣告公司 然後去 拍 片 然後 又拍廣告片之後 又 去接 電視節目 那時候 也是非常努力 很年輕 就當了 製片 導演的製片 可是 您的 問題 是 我的問題是 就像說 我不曉得 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 現在是 以後 要怎麼樣去 走 剛剛 老師只是講 你的經驗 可是 他們 來自各個地方 他們 都 有些 他們自己 也不 現在 聽了 聽了 講了之後 出去外面 他們也不曉得 他們以後要做什麼 重點就是這樣 好 我 我會說 我也不覺得 我能告訴你們 你們 走哪條路比較好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太相信 我們的父母 當然 我意思是說 應該是說 我年輕的時候 我的父母 真的就能夠幫我 告訴我哪一條路 走哪條路是對的 然後他果然是對的 我意思是說 世界變化那麼快 那 像我剛剛 職工系的同學 我有一個 當時 有一個同學 很長期 跟我都保持聯絡 他有一段時間 也很怕 就是他在 他在職工的那個 領域工作 他也很怕 被 被解固掉 就是說 那個工作 那個淘汰率非常高 然後 那個 那些工資其實也都很公益 你 你 不是那麼有用 他就想把你解固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可能 原來以為說 走資工是多麼好的行業 然後 他也未必 實際上未來幾年 真的是這樣子 那 醫學也是這樣子 我們過去都覺得 學醫最好 可是我們 我們現在沒有想到 現在學醫 可能 未必像我們想像中那麼好 所以我 所以 我會同你回到我身上 今天我面對你們 我不覺得 我有資格 告訴他們 他們 以後要走哪條路 會比較好 所以 所以我的說法就是說 其實應該你們自己去摸索 但是我會說父母親 我剛說父母親要放手 還有一點 就是說 尤其在我的父母親 他們是真的困苦過拼過來的 那就因為他們是困苦過拼過來 所以他們會很怕飢餓 很怕失業這件事情 發生在他自己的子女身上 因為他自己曾經在很苦的環境 跟鬥過 就應該說 歷經過那些很困苦的環境 他不希望子女們去嘗到那樣的不好的狀況 可是我現在講的是說 社會在進步 其實我們的父母親也包含你們的父母親 他們的經濟上物質上的能力 其實應該比我們父母親的父母親更好 這樣聽得懂嗎 那以至於我們的父母親在年輕時 要受盡那麼多物質上潰乏的過程 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那今天其實作為我們父母親的子女 其實我們的父母親的經濟上的狀況 已經沒有原來他的父母親那麼差了 我本來會說他們應該支持年輕人 有更多的放下那些完全困苦的那些擔憂 我不曉得你們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不要把他自己的困難投射到小孩子身上 然後以至於就要求說 你做什麼樣的工作最穩定 最是撇棒往進放 而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這樣社會就不會進步 我所謂社會進步是什麼 其實一定是因為父母親 父母親的生活條件比 就說我跟他講 父母親的生活條件比你的祖父母更好一點 所以他可以容許子女再做更多的探索了 不是選職業只想到要找一個經濟的鐵飯碗 然後這社會才會出現什麼 李鴨安什麼這些 我的意思就是不會只想著錢錢錢而去做創造做努力的人 然後這個社會才會進步甚至才會多元 你現在想想如果余國姓的父母親也叫他只能照那條路走 就不會有余國姓這樣了解嗎 所以其實對我而言之 父母親應該要在這邊要不要再 前提是我剛剛講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那個眼光去知道 未來十年二十年這個社會的變化是什麼 我在十年前跟 其實應該是二十年前 我說我要拿網路當我的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 那時候台大社會系的老師在口試我的時候 在口試我的時候 博士班入學文的時候 他們問我說這有什麼好研究的 然後坦白講我也不知道 連我都不太知道那有什麼好研究 可是現在他已經進入我們的生活 能研究的主題太多了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那個眼光去知道 未來十年二十年人類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沒有資格幫下一代說 你應該走什麼是最好的 尤其現在變化的速度會比 你知道是越來越快 如果我的父母親都沒有辦法知道那個未來 我們更沒有辦法知道你的未來 所以只能 如果說我們要要求你們 就如同我剛剛講 只能要求是你不要打混 你就是讓你自己的生命不斷前進而已 但是要選什麼 其實應該是你們會看得比我們更清楚 我想講的是這樣 就如同我要走什麼路 我很清楚 其實最終是我看得比我的父母更清楚 那你們也是你們會看得比我更清楚 謝謝 Antes 好